聽完這些縱撥聲,個人是否好舒服呢? 縱撥聲寮近年在香港興起,幫人達致心靈平靜 鄭文通是香港著名的舞台美術設計師兼縱撥演奏家 他經常去到世界各地考察撥文化 收集密傳喜馬拉雅縱撥多年,學生眾多 近日他跟著名塔羅解夢師孟尼坦 音樂監製陳佩正合作推出香港首張縱撥音樂專輯 聖音原本,好多藝人聽過都讚 好像張敬軒就說,在呼吸的生活中 鄭文通敲打縱撥的聲音帶他回到內在平安 少爺占就在IG留言說,好神奇的縱撥唱片 聽完之後心靈好平靜 而Donald 亦都說,聽完煩惱都放下了 安仔陳健安就一邊聽一邊拉筋,還有做瑜伽 他說好舒服 至於Miss Chan Chan,陳潔玲 同著名劇場導演殷榮培 更加親身體驗過曾文通現場敲打縱撥 Miss Chan Chan都說好震撼 殷榮培就讚,可以洗冊內在的不安 到底曾文通和夢妮坦 為何會有做縱撥音樂專輯的構思呢? 最初就是我膽粗粗邀請老師 事源就是我自己買很多坊間的 例如說Apps,縱撥音頻的CD 我覺得質素很慘 而且沒有一款香港製造 我覺得香港有這麼出色的教了十幾年的老師 為何沒有這件事? 我想這應該是唯一的目的 我們真的不計成本 其實我們最想多些人聆聽到這個聲音 因為這個聲音很容易被人停下來 這種停下來可能是我們在急速的社會裡 比較難於給自己一個平安 我自己認為這個聲音是容許他們可以有一刻的停頓 這是一個平安 其實我們身體的水份都很高 很多我們的血和器官都有很多水份 其實我們說的是一個共振原理 其實我們說的縱撥是一種分享 是聲音的分享 這種分享是聲頻進入身體的水份 原來有些水份是帶著一些情緒 有些水份是帶著一些雜質 你想像我們把雜質通過一陣頻 就這樣拿走 所以為何人會感覺到自然和平安 其實就是因為有很多東西 令到他的氣暢通很多 氣順了很多 我們經常說行氣滅血 其實你可以說這個聲音都可以在行你的氣 令到你的血行得很好 所以整個原理就是共振的原理 令到我們自然地去放鬆 其實你好像做運動一樣 你做運動為何我出了一身汗 你覺得整個人很輕鬆 很放鬆 又想睡一覺 其實聲音都有這個效果 它會令到你排放身體的水份 我的身體的敏感度都很高 而且我的反應都很大 變得我整個過程在學習的時候 已經好回福地去排毒 你看到我坐在這裏好像沒什麼 但其實我都不停喝水 而且我真的可以放鬆 例如最困難最繃緊的時候 其實我在床邊永遠都會重拌 敲幾下睡是差很遠 例如我妹妹有時候在繃緊 我就幫她敲幾下送給她 我會去敲 我會去做一些個人修行 正心 或者我和一些小團隊去帶正心 都會用上這個重拌 但始終有些人未必有這個錢 時間 甚至是她的身體 有沒有一些狀況 導致她未必那麼行動方便 可以來到廳 所以其實做這個項目 只有一個心就是想分享出去 還有這個分享 是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個途徑 或者這個音頻去感受到 我也感受到那份輕鬆自在 小教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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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